自拍影片現身說法 黃德義本來以為心存善念 自行幫鄉親搭橋 沒想到卻讓他被扣上 尋釁滋事的罪名 這吉林省斯達福橋案 在社群平台上最近鬧得風風火火 不少人相挺黃德義 因為當地人就是迟迟等不到政府修橋 才會自己掏人民幣13萬蓋福橋 而且黃德義並未強制收取過路費 村民如果要到對岸 有橋只要10分鐘 沒橋竟然得花上近3小時之久 2015年開始 當地水利局卻接連要求黃德義拆橋 否則要罰款1萬元人民幣 2018年直接強制拆除 錢罰了 橋拆了 沒想到人還是被抓了 2019年 陶南市法院以尋釁滋事罪 判處黃德義兩年徒刑 緩刑兩年 就連西亞17名親友也被跟著判刑 官媒主播直接點評 村民修了座橋就是犯罪 那愚公移山算不算反面教材 專家痛批 所謂尋釁滋事可不能這麼判 即便認為私自建橋手續不全 但只要沒有造成 被害護 那就不能進行行政策 更不要說追求行政策 中國法學教授直批判決不合法 而且主審法官還被爆出 冒用他人之名上大學的黑歷史 爭議滿天飛 這些案件政府不蓋橋 百姓自己來卻禍全家 成了變相的過河拆橋 靜新文無露營周成為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中文 出現